說到鴨鴨,讓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美麗的鵝肉 不過鴨鴨其實還有很多有名的產品 每一年鴨鴨上款都會結合農會 庫公所在地點街燈燈 做回顧辦一張家蓮花瓦棚 今年總在這禮拜的立9月15號燈燈 歡迎民眾真翁到達了 鴨鴨一年一度的鴨山文化瓦棚又要來囉 瓦棚總在9月10號在鴨鴨上地廟很大街燈燈 上款是鴨鴨公所,農會以及雅鴨 已經很多在地點街共同辦理 準備豐富鴨鴨有一個商品 要來向全國民眾登書 今天的攤位已經達到了110攤 那加上我們的夜市 已經達到250攤以上 那很感謝下營的一些單位 比如說我們的七公所 我們是跟七公所共同指辦 還有農會,農會是贊助了5萬塊錢的一個摩采品 還有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像上帝廟 我們的夜市,我們的休閒農業 都贊助了非常好的,非常多的一個摩采品 今年外島非常盛大 除了有很多單位,也有還有很多種品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結合市府的台南四百美食專車 讓民眾可以有賣的美食享用 那這個台南四百的美食專車 有五感的體驗,那它也會開到我們現場 那鄉親朋友也不是只有來到夏宇 台南各地各區的美食 都可以在這個美食專車上面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品嘗 這是今年跟以往最不一樣的地方 豐富有神大的外島 蝴蝶最快是要請全國民眾做的全公道六列 共同來感受台南蝴蝶的得完風貌 平常在台地是產品 中心實在蝴蝶這個好地方 去吃什麼蝴蝶哭菜方不得 近年哪 馬來臨 各地影音樂 以及西角 Hasan